新加坡知名富二代林慧莉经历过两段婚姻,两段婚姻都失败收场,其中第二段婚姻在婚后两个月她就与第二人丈夫分居了,最终这段婚姻还是走向了终结。 在第二度离婚之后,林慧莉最新美容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并且一直在泰国深耕,并没有新的恋情动向,似乎很享受单身生活。 殊不知道,在八月初她生日这一天,林慧莉在泰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无人机秀生日宴,过生日不是中重点,重点是在生日当天她对外宣告怀二胎,这真是让人意外连连。 林慧莉的这场生日宴相当隆重与豪华,很贴合她一向奢华的作风。 生日宴设在一艘游艇上,众人在泰国的梅南河上庆祝,安排了无人机表演以及烟火盛宴。 不过林慧莉当天的打扮一改昔日的奢华,穿了一条很寻常的休闲运动裤,上身是露腰的白色T恤,头上戴了一顶鸭舌帽,整体打扮非常朴素。 林慧莉这么打扮,实际上就是要将至少怀了三个月宝宝的肚子展现出来,宣告她再度怀孕了。 在入夜之后,无人机秀拉开帷幕,首先在天空中秀出了,生日快乐,的字样,之后又组成了一个卡通的形象, 在之后就拼成了,是女孩,是男孩,的英文字句,这就等同于公开了林慧莉怀孕的消息。 林慧莉对着天空的无人机秀,喜极而泣,只见她双手核实,又感动,又开心。 随着无人机秀渐入高潮,拍摄的镜头不断下拉至她的肚子,她的腰身很粗,也很圆润,肚子已经有了隆起的状态,她双手护着肚子,看起来很真爱这一胎。 在无人机秀结束之后,烟火秀也随之上演。 林慧莉竟然又怀孕了,在这个消息被公开后,大家最直接的疑问就是,孩子的父亲是谁? 毕竟在她结束第二段婚姻之后,就再也没有恋爱的消息,而以她那么喜欢分享的性格来说,如果真的交往新男友,她不会不公开。 事实上,林慧莉这一次做的是单亲母亲,她在生日会后写下了一篇长文,公开了个人情况。 林慧莉称等这一刻等了很久,言下之意就是一直没有公开怀孕的消息,就是想等生日的时候才公开。 之后,她公开了自己是单亲妈妈的身份,并且表示也知道单亲母亲这条路不好走,但自己一定会坚强地走下去。 林慧莉没有公开孩子的父亲是谁,自然也不会公开是怎么怀孕的。 看来她一早就做好了做单亲母亲的决定,重点是再生一个孩子,而不是孩子的父亲是谁。 林慧莉经历过两段婚姻,恐怕她对婚姻已经没有太多的想法了,但是她应该是很想要孩子,所以才走上了单亲母亲之路。 事实上,林慧莉与第一任丈夫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已经七岁了,那么单亲母亲这条路也不是她第一走,只不过再一次怀孕,她还是百感交集,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 以林慧莉的个人条件,即便是单亲母亲,也不会走得太辛苦,毕竟她是新加坡顶级名媛,不缺钱。 林慧莉是新加坡十大富商之一林荣福的女儿,个人知名度,遍及整个东南亚,也称得上是东南亚的顶级名媛。 林慧莉在香港也颇有知名度,因为曾经与何鸿燊四方儿子何优君有过一段恋情,也可以说与四方有不错的交情。 林慧莉最初认识的是何超盈,继而才认识了何优君并且交往了起来,与梁安琪也见过面,两人的恋情一度获得家人的认可。 只不过恋爱的时候年纪太小,交往了半年,就分手收场了,之后林慧莉也成为了港媒关注的对象。 作为名媛的林慧莉,生活多姿多彩,人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尤其是两段婚姻。 她的第一段婚姻发生得莫名其妙,因为去泰国旅游认识了当地的一个男生,对方不是富二代,也没有背景,就是长得高大帅气,于是林慧莉就爱上了对方。 相恋半年后,两人就散婚,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结果2019年,林慧莉就以对方与自己生活习惯不同而离婚,离婚后,儿子归林慧莉照顾,儿子前不久才过了七岁的生日。 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林慧莉在2020年底认识了从事IT行业的第二任丈夫。 相恋不到一年,林慧莉就宣布要结婚了,原本婚礼定在2021年10月, 后来因为疫情而延期到了2022年2月22日。 尽管是第二度结婚,不过林慧莉还是大肆举办了婚礼,要多豪华就有多豪华。 总之办得隆重、体面,就是大户人家嫁女的态势。 谁知道结婚就两个月,两人就分居了,林慧莉称,婚后两人每天都吵架,她难以忍受这样的精神折磨,只能选择离婚收场。 而如今,她的生活再度打开新篇章,再度怀孕做母亲。 已故独王何鸿燊四房儿子何佑君的前女友,新加坡国网林荣福千金林慧莉在与第一任老公结婚之后,但下了一个儿子,不知不觉小朋友已经是七岁了。 没想到在近日,林慧莉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影片向大家报喜,并且从影片中看到林慧莉还更是挺着一个大肚子。 对于这个消息,网友们还是感到比较惊讶的,因为也没有听说林慧莉再婚的消息,就突然带了肚子。 同时在林慧莉的配文中,她还是更是多次提及到,单亲妈妈,不容易,所以网友们纷纷在猜测是不是在讲她自己。 而之所以林慧莉会受到网友们的关注,当然也是因为她曾与何佑君当年有过一段感情了,所以一直以来她也是离不开,何佑君就爱,的这个头衔。 二人当年之所以分手,是因为林慧莉前往韩国发展模特事业才使得二人分手,在两年后,林慧莉就与第一任老公许冰凯结婚,同年七月诞下一个儿子。 不过二人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在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之后,便宣布结束。 同时,前夫还因为卷入涉嫌非法赌博活动长达八年,在去年被判入狱两年十个月。 而在与许冰凯离婚之后,感情生活多姿多彩的林慧莉很快就公开了下一任老公。 当时的她向大家公开了拍拖数月的Leslie,二人闪电订婚。 同时,林慧莉还更是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各种聘礼,当中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宁酒、金器等等,估计价值是直上千万的。 由于当时的豪华程度,林慧莉还更是成为了一时的热化,网友们纷纷直言实在是太豪华。 不过二人在报喜没多久之后,就宣布分居了,因此这段感情也同样是以失败告终,仅维持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至于当中的原因,林慧莉就曾表示经历过婚姻失败的自己是很渴望在一段婚姻中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同时也是可以支持自己事业的伙伴。 但在结婚之后,她发现对方婚前婚后是两个样子,两个人更是因此整天吵架,这也令得林慧莉的精神遭受了不少伤害。 在那之后,林慧莉也是没有再公布新的恋情,不过在今年四月她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出与一名男子的合照,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林慧莉的新男友。 而在林慧莉分享出的影片中,看到她在泰国度过自己33岁的生日,并且她还更是用无人机来公布再度怀孕的好消息。 影片中的林慧莉也晒出了自己的孕度,估计已经怀孕有5到6个月了,而在为人母的林慧莉也是十分感动。 与此同时,网友们也是十分好奇,宝宝的生父到底是谁,是不是早前曾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的男生,又或者是又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 不过在经历过两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林慧莉其实多多少少也是有受到伤害,所以她也变得很少会公开自己的感情生活。 但说到最后,还是祝愿她一切顺利,平平安安地诞下宝宝,至于其他的,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